来开启下一个荣誉单元 有请我们的荣誉揭晓嘉宾 爱奇艺首席财务官 王晓东先生 和华裔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CEO王忠磊先生 有请 请 欢迎二位 请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晓东 是爱奇艺负责财务工作的 大家好 我是王忠磊 很高兴一下 今天能够请到中国文娱界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王总吧 王忠磊先生 共而言一起揭晓这个荣誉 对 反正也恭喜爱奇艺 每年爱奇艺尖叫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新年快到了 所以也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日子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下一个荣誉 是属于哪一位这个帅哥或者是美女的 用武力浇灌梦想 以舞台阵容实力 今世为成心严格的音乐之类人 这是我们铁南舞台的实力唱跳歌手 在追求音乐梦想的门时 他又不断现身的大小移动之上 一段通过 他已次次完成自我推荐 未来无设限 期待他成就更多的可能 《2520爱奇艺尖叫》之类 亚洲单元 亚洲全能艺人 张艺兴 恭喜 恭喜张艺兴 有请 有请艺兴 艺兴是年轻艺当中非常非常努力的代表 在整个的2019年 他有自己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作品的发型 包括他自己主演的剧集综艺在爱奇艺也热播 而且他还完成了寻规演唱会大航海 这是忙碌而拥有收获的一年 恭喜一星 请一星来与我们分享这一刻您的感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感谢爱奇艺 感谢我的歌迷朋友们 感谢我的家人们 拿到这个奖项很开心 可以稍微拿高一点 然后今天 也是我师父的生日在这里 祝我师父生日快乐 然后 希望 最近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在想 是什么可以 激励我一直这么 努力的前进 我觉得应该是 大家对我的支持 所以 期待2020年跟你们见面的四胎 谢谢 再次恭喜一星 一星请入座继续管理 请 也希望我们在未来一年 一起的